其實今年的致命意外 工業意外的數目都多了 其實勞工處是否在執法上會做多些事呢 或者是提高法則那裡都會有些調整 我們看了今年致命意外的數目之後 明顯看到一個地方就是 小型的維修裝修工程佔比比較高 所以我們會特意針對這類型的工程做好我們的功夫 現有的包括執法巡邏 特別的執法行動我們會加強 展望未來的時候 例如針對高風險的時間短人數少的 例如以調盤為例的小型工程 我們要有一個預先通知的強制要求 這個我們會進行修例 對整個職安建的體系而言 修訂罰則 令罰則去到一個更具阻嚇性的水平 這個就是針對整個職安建的環境而言的 當然我們不只是看罰則 罰則以外我們都在三半齊下 宣傳教育 巡邏執法 這些我們都要做足的 是否票控的水平比較低 令到那個作嚇力低 你們去做這些事情 你們可以怎樣做 勞公主的責任就是去搜證 如果覺得他們違反了這個職安建法 就是去檢控 我覺得在搜證檢控入罪方面 我們都做足功夫的 現在社會的聲音就是覺得 入了罪之後 判罰的水平好像不是很夠作嚇力 當然判罰多少 這個是法院的決定 我們都充分尊重法院的決定 在我們來看 如果要在判罰的水平方面 如果希望有一個顯著的改變 我們覺得都需要在法例上做修改 雖然那個罪行是同一個罪行 但是當法例的最高刑罰 有明顯大幅的增長 這個對於法院做判決的時候 它多了一個很有力的參考的指標 有明顯大幅的注意事 判決定是否